在平衡的等臂天平两边,同时放上或拿走相同重量的物体,天平依然可以维持平衡状态。 你知道这种平衡的原理也可以用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吗? 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分别放上汽水、每平X功克与砝码,天平刚好平衡。 如果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各再放上一瓶汽水,结果天平仍然保持平衡。 事实上,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放上相同数量的汽水或砝码,天平会一直保持平衡, 也就是在等号左右两边同加一个数,等号仍会成立。 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分别放上汽水、每平X功克与砝码。 天平刚好平衡。 如果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也各拿走一瓶汽水,则天平仍然保持平衡。 事实上,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拿走相同数量的汽水或砝码, 天平也会一直保持平衡。 也就是在等号左右两边,同减一个数,等号仍会成立。 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分别放上果汁,每平Y功克与砝码,天平刚好平衡。 如果将天平左右两边的数量变成原来的两倍,则天平仍然保持平衡。 事实上,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同时将果汁或砝码的数量变为某倍,天平仍然会保持平衡。 也就是在等号左右两边,同乘以一个数,等号仍会成立。 在天平的左右两边,分别放上果汁,每平Y功克与砝码,天平刚好平衡。 如果将天平左右两边的数量减半,则天平仍然保持平衡。 事实上,将天平左右两边的果汁或砝码,平分成某等份,并同时取出其中一份,天平仍然会保持平衡。 也就是在等号左右两边,同除以一个不是零的数,等号仍会成立。 由此可知,在等号左右两边,同加、减、乘以、除以一个数,除数不等于零。 等号仍然成立,这个概念称为等量公理。 虽然以上例子的情境都是正数,但不论是正数或负数,等量公理都会成立。